为什么跳水运动员跳完之后要淋浴 我们看跳水比赛的时候 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运动员们在做完规定动作出水之后 会马上到泳池边上的一排喷头下冲一冲 不知大家是否想过 刚出水的跳水运动员 身上本来就是一身水 他们为什么还一定要去淋浴呢 有人或许会想当然地解释说 游泳池的水里含有消毒用的率 所以运动员出水后一定要马上把身体冲洗干净 其实专业的解释是 跳水运动员这样做的首要原因是保持体温 准确地说是为了保持皮肤的温度 因为游泳池的水温在26摄氏度上下 而出水后的室温在22摄氏度左右 所以运动员刚出水后会感觉有一点冷 这种温差会造成运动员的肌肉紧张 从而导致肌肉拉伤和静卵 在比赛期间 运动员在跳水后淋浴会令人感到放松 因为比赛时间很短而等待时间很长 那么淋浴或泡在热水池中可以保持温暖 从而带给运动员身心的舒适感 为了下一轮跳水做好身体和心理上的准备 欢迎订阅简单生活频道 每天和您分享有趣的小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